歡迎來到Board and Cut Game的教學 今次介紹的遊戲叫做 Sut of Dixens, Lost Cities 是一款二人對戰的遊戲 有中級的難度 大概會玩20至40分鐘左右 我們看看遊戲的配件 配件是有一張書 還有一塊的Board 因為是氣派驅離 遊戲有兩大類的遊戲 第一類就叫探險Cut 探險Cut會有五種顏色 由二至十組成 換句話說有45張探險Cut 然後到這裏 這裏就是投資Cut 投資Cut有五種顏色 每種顏色有三張 有15張投資Cut 遊戲的預備很簡單 首先你把這這麼漂亮的Board 我們就放在二人對戰的中間 然後把投資Cut 然後就把牌子拿出來 把牌子拿出來 把牌子拿出來 然後我們每人拿出來五張 雖然每人拿出來八張 我們不要給別人看 好了,把牌子拿出來 最後剩下的就是照牌區 這個時候我們會找一個玩家 就是起似玩家 每個回合他必須要出牌 以及抽牌 對,他會出一張牌和抽牌 好了,他會在手上選擇他喜歡的牌 但有一個規矩 譬如出一張紅色牌 放在這裡 黃色、藍色、灰色、綠色、紅色 放在這裡 譬如出一張三仔 如果之後他想出紅色的牌 那他就必須要那個號碼比他大 即是說他不能出二 對,不能出二的紅色 而他不能再出 OK,他必須要出四、二、五、五 我指上的數字 OK 他出完一張牌之後 他就可以摸牌 摸牌 摸牌就是說他可以在這裡 氣牌區摸牌 氣牌區怎麼才會在氣牌區上有牌呢 OK 剛剛我說過 這些卡牌可以放在自己面前 我說他不喜歡 不喜歡出給自己面前 OK 他可以放在氣牌區上 例如他放一張綠色的牌 到第二個玩家 他放在這裡 放氣牌區上 以此類推 可能會這樣的 會變成 這樣 可能玩一下的時候會這樣的 這樣就可以了 OK 這個時候 假設我又出完牌 OK 然後我可以摸牌 我摸牌可以在抽牌區的摸牌 我說你不喜歡的 我喜歡氣牌區所以摸牌 也可以的 我可以摸氣牌區上面的顏色 最上面的牌 但我有一個規矩 就是我不可以拿回我剛剛放在氣牌區的牌 但如果我剛剛放在氣牌區 我現在不會馬上拿回一張氣牌 是不可能的 OK OK 這是一個出牌的方法 還有你剛剛說過 有一類叫做投資咳 投資咳 都是你有機會摸到的咳 例如你摸到一張 你現在出了一張藍色的投資咳 OK 那你的藍色的投資咳 你必須要第一張 是投資咳 如果之後你放了一張 藍色的咳 假設一下 下一次 那一張藍色的咳 OK 假設你有一張藍色的咳 摸到一張 那你如果放了這張咳 OK 那你之後摸到一張藍色的投資咳 你是不可以放下去了 OK 換句話說 你出了數字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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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投資咳 就不能再拼下去了 OK 好了 之後 怎樣為之完結這個遊戲呢 就是當這個牌堆 那些牌都抽了 那就是完結的遊戲 那我們會計分的 OK 好 那計分如何計分呢 我們就把這個數字加起來 它 假設是這樣的 好 好 好 紅色這裡 我們首先 每一行有個成本 如果你放進去那一行 成本就是20 首先你要硬吃 先負20分 OK 好 例如這個 3 10 那就13分 OK 那你就會得到13分 這行 但你要先減了20分 OK 那這個就負7分 就這麼簡單 OK 那這裡 那 2分 6分 那你就 8分 8分 你減20分 OK 那就負12分 OK 好 那這裡 OK 那有投資格是怎樣 投資格是 一張投資格 就會將那一行的分數乘2 無論是負數也好 都會乘2 那兩張投資格 一行就兩張藍色 可以說兩張藍色投資格 OK 那乘3 3張乘4 再推 OK 那這張這樣 我們就會看到 它是20分 先減 即20分 加負20 減4 那就是負16 負16 負16 再乘2 OK 那有沒有計錯的話 就應該是負32分 這裡 OK 那有一個bonus分的情況 就是 當有一行 那一行呢 OK 那你會 如果你這麼厲害 可以砌到 那一行裏面 有 8張 那就是卡 在這行裏面 8張 那這個時候 你就會有bonus分 是20分 到最後 你加了所有的分 OK 先說一說 這個 這行沒有的 你就不用給那個時候 就不能夠20分了 OK 那到最後你加了所有的分數 那我再給你的對手 鬥高分 那麼高分 我就會贏的了 那這個就是Lawar City的遊戲介紹了 那這個就是Lawar City的遊戲介紹了